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 他又有了最新的做法 他现在除了是为马总统 来操盘党务之外 又传出说连总统的维安也要管 最近金普聪就要求总统府的侍卫士 要提交总统的警卫部署报告 这让绿颖痛批说 这根本就是党政不分 但是国民党也反驳 说他们只是针对党务形成的部分 认为不需要过度的解读 人称金小刀的国民党秘书长 金普聪又出招了 五月上旬金普聪要求总统府 侍卫士提交马总统的警卫部署 人员和媒体管制等项目 要求总统府侍卫长郑德美向他报告 是不是有要求说总统委员部署要交给你 那目前来讲还仅值于询问的阶段 金普聪低调改由国民党发言人代打 一再强调只针对党务形成部分 去了解总统的伟安部署 但这在以往民进党执政或是更早 李前总统时期根本是闻所未闻 在野党炮轰 国民党党政不分 整个国民党的辅党是党政不分 过去金普聪曾经指导行政院 走路不能够吸烟 这个是下指导期 现在又要求把总统的行程 维安状况要提报给党的秘书长 这个是非常严重恢复到 戒眼时期的以党领政 重点在说第一他仅止于了解的阶段 第二是未来是党务的形成的维安工作 我们有责任要了解一下 除此之外国民党的中常会签到簿 还列上总统府市委长的头衔 虽然本人郑德美刻意回避没有签名 但依旧列席常会还跟着看报告 国民党的党政奋纪拿捏如何 民众应该很清楚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